临终时 深念 阴念 都能往生 但是 有许多病人 临终时 昏迷 连家人都不认识 这个时候 他怎么能念阿弥陀佛 这个情形有 造的罪业重 临终的时候 果报献起 这一桩事情很麻烦 所以若想临终时的恋 平时要用功 千万不可图侥幸 且需具备三个条件 平时功夫不得力 临时遇到的 那是 他过去深重 修得好 没能往生 是临终时 一个错误的念头 他堕落了 这一生当中 他又遇到 遇到的时候 他必须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 临终 头脑清楚 不迷惑 不迷惑 轻轻束束 如遇不到向之时 他也不会多三个道 所谓的 好死好生 他到人道来 他到天道去了 不迷惑 不会都算我道理 所以 临终头脑清楚 重要 临终迷惑 就很麻烦 那么第二 临终友善知识 提醒 赶快念佛 有人提醒他 这个很重要 怕他忘掉了 劝他放下 放下万元 就在这个时候 到极乐世界去 第三个条件 他一听到别人 劝告他念佛 劝他求生净土 他马上求物 他立刻去接受 而没有怀疑 这三个条件 具处 他决定的事 但这三个条件 真的 千万人中 难得有一个 所以 平常要放下 这一点很重要啊 临终时才有把握 我 平常要下功夫 要真提醒自己 每一天睡觉时 就想到 我要往生 第二天醒过来 没往生又回来 要常常做这个想法 天天想往生 天天想往生 一躺下来 我就想往生 这个领土好啊 不要想别的 这就是 好好训练自己 把自己训练个 真正 愿意求往生的 善友啊 这才好啊 所以天天想 到了 真有一天 佛来接引 欢喜得不得了啊 哪有会恐怖呢 所以往生的人都 欢欢喜喜走的 没有恐怖的 黄念足老去死 黄念足老去死 在往生前两个月 全心全力地念佛 一天念十六万圣的佛号 这是所给我们看的 表演给我们看的 他是追的念佛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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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十六万圣 念了两个月 那么在国外 受到生活的限制 但是 早晚过不能间断 若时间不够呢 就用神念法 敬一口气 念佛 这叫一念 念多少声不拘束 连续 神念 所用的时间不多 早晨一次 晚上一次 这是最简单的 早晚过 如一生当中 一次不缺 也符合经上所说的 一项专念 那 那么这是定库 早晚这是定库 养尘习惯 另外是散库 就是不定的库 不定的库是随时念佛 想起来就念 有时候深念就忘掉了 忘掉不怕 想起来赶紧接着念 这是累积功德了 积功累德是这么秀的 有大众场合当中 不适宜念佛的 心中念佛 心里面一句接着一句 不见得 可没有声音 没有动作 别人完全不知道 那这个法子也用输了 大佛报的人 大善根 大智慧 分秒逼真 啊 没有智慧的 得智慧 看智慧 没有佛报的 佛报信心 真的是佛灰双羞 很容易 不难 心 要发大心 发大心 要护持佛法 护持佛法的功德最大 怎么护持 这一句佛号不间断 就是护持 啊 心量大 想帮助苦难众生 自己没有这个佛报 求佛力加持 啊 佛菩萨就会跟你安排 你一定要一教奉心 啊 如理如法 佛菩萨加持你 妈 你就愿我 妈 你就愿我